我想我以往講到中國股市 雖然是有 甚至可能講到去年或前幾年 雖然都會有跌 但是實際上可能很多 以往可能會不會外資 或者甚至是一些中國本身內部 都會對於中國的前景 或者甚至是對於現在 中國經濟還未出現很大的一個震盪 都會有一種空間就會覺得 都是一種可能事實上的調節 或者甚至會認為中國政府會出來救市 但是我想從今年開始 甚至是去年尾開始 有幾次一個比較大的跌市 雖然很多朋友都說 其實可能你相對香港股市 其實上海股市的跌幅都不是那麼大 但是都被人有一個觀感會覺得 就是說相對於全球股市 可能是你說到美國股市 或者說到可能是台灣、日本股市而言呢? 始終中國股市的表現和世界股市的表現 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就是說為什麼央行沒有去入市 或者甚至會說到可能會用不同的形式 就是干擾市場 但是為什麼這次的效果這麼低呢? 我想很大的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這些所謂救市措施背後 會不會沒有一個很實質地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資金裡面的投入 很多人會越來越覺得現在中國所謂 跌了市一段時間再救市 救市的那個力度 或者救市能夠維持那個效能 是越來越低的 這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就是 實際上在現在中國 無論你說就算你說 可能動員現在海岸一些中資的一些 就是不同的基金去救市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整個都是政治事 那等於說得很直接就是說 你來入港的話 就算你說我不特別去針對數據 那個綿向那個救市本身 那個效能會有多少都好呢? 那有多少次或者還可以做多少次 這些這樣的形式 這些叫做政治救市呢? 那我想慢慢很多朋友都會懷疑 那個救市本身的那個效能 那當然另一樣東西就是 也都看到這個已經超越了 數據本身背後 就是那個救市究竟對於 可能對於很多股民來說就是說 是作為一個輸小當贏的一個機會啦 但是如果你說早幾天 也都有很多的一些媒體和報導 就是覺得中國的股民是進去一些外國的一些 一些領事館的一些社交平台 去到不斷去到受苦啦 就是說自己因為現在這個股市的那個狀況 可以令到自己經家蕩產啦 或者令到自己真的差不多血本無歸 那我想這一種其實超越了數據本身的那個做法啦 或者甚至是很多網民 在中國有一些部分其實數據看不到嘛 比如說實際上究竟在現在的中國 很多網民面對現在中國的那個股市 在你手頭上的一些投資工具呀 一些這樣的股票 究竟還可以 就是有沒有機會可以脫身呢 那大家都覺得都沒有什麼機會脫身的啦 那 不脫身可不可以把那個損失選到最低呢 也都可能其實要看 會不會再有一個升市 就是令到他們能夠把手頭上的一些投資工具 可以是賣掉 即賣掉了 那第三樣東西也是啦 就 剛才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都講到 如果你說用回相關的一些數據啦 那用回財新網那個數據啦 他就說看回2023年 三季啦 就是由這個1月去到 就是8月那個 就是9月那個數字 那講到無論是這個風險投資呀 私募股權投資呀等等 全部都是下跌的 那甚至 我想大家都很擔心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墊開到2024年 中國的股市本身 仍然都不會有機會有翻身 或者一個較為 令人可以接受那個表現的話 那 譬如說 這一兩天都有一些例子啦 譬如大家知道其實新加坡 都投資了很多的一些 就是可能講到大把石啊 或者甚至講到很多的一些 就是投資的一些計劃呢 其實都很看重中國股市 其實這裡都沒有辦法 因為實際上 如果一個國家本身那個投資呢 它要要求一個高回報的話呢 其實可能在過往一段頗長時間呢 是只能研究中國的股票市場 投資市場呢 才能夠給到一個很理想 或者甚至一個很高的回報 那也都導致很多一些國家的一些投資的一些計劃 或者一些投資的一些策略來講呢 是將很大不拒指的國家 可能是一些公款啦 可能是一些抵優公款啦 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 一些醫療公款呢 是扔了中國那方面的投資 但是很不幸就是 特別看肺炎之後呢 可能很多國家去考慮 投資組合的時候呢 它沒有考慮到那個國家地區 本身那個政治社會風險的那個因素 或者甚至地緣政治 其實開始對那個國家 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啦 那結果大家很擔心 譬如說在新加坡 或者甚至在大馬城 它如果是這幾年 一向剛才很多的一些部分 在中國的可能是一些公共商場 或者甚至是中國一些就是 可能一些跟 基礎建設有關的部分 但是發現到過往這兩三年後 是中國對外的那個關係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迎傳啦 再加上有一個因素呢 可能他們不知道是 他們沒有想啦 還是他們的政治判斷 完全是太親中 結果呢 是自己學了自己啦 就是完全沒有想到 習近平現在整個經濟措施啊 整個金融智能措施 其實差不多是把把刀 是不斷的抽插自己的心臟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就是 2020年的人擔心不單止是中國股市 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 投資各方面 會繼續向一個更加低民的狀況發展 而中國的股市對全球經濟財經 或者金融市場的影響呢 我想這裡可能開始很多人都會留意啦 譬如大家之前說到可能南韓啦 很多人說中國的投資工具結果是 就是血管無骨啦 然後可能第二個受害者就是這個新加坡啦 或者甚至其實早一兩年都有說到 就是原來原來在日本很多一些 就是 就是 有幾個金融都可能不是中國的一些投資工具 那就是我想 現在中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 真的要等到整個中國的股市啦 就是大家都放棄的啦 那投資工具啦 大家覺得就是可能最終都會變成一堆廢子的啦 那去到那個情況 很多人都會覺得不是那麼差的 不會這麼說的 那但是你不是 等你人死了才去醫治嘛 你人死了才去醫治什麼 人死了當然是 追蹤在棺材上啦 總之醫來什麼做什麼啊 那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又是其中一個 就是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析一個部分 那我想也有很多 就是 朋友都有留意到有幾個東西的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 就是 現在慢慢都很多朋友呢 都分享一些訊息 就是講到可能一線城市 那 如果早期人看就是 現在一線城市 我講到可能北京是上海啊 這些地方呢 仍然都是 那個 消費啦 或者甚至是那個 就是 市民都仍然都 都被人覺得是一種很暢黃的感覺啊 飲食啊 就是大家看 如果你說用香港做一個指標 你看到那個零售業 基本上都已經很低迷啦 基本上可能今年過年 都會很慘的收場啦 那似乎 可能過一兩年都覺得 中國二線城市那個消費啊 那個方面呢 都仍然可以 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 精明一點點 或者甚至一個 被人覺得 有一些可以 正面 不會太差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現在 可能過去這兩個月 很多朋友都 不斷分享 可能在北京啊 上海一些大型商場 空置 越來越多啦 那之前已經有人分享過 就是上海機場 就是已經在 沒什麼人去了 甚至在這個星期 或者上個星期 第一件新聞呢 就是講到就是以往 比如說春節假期 那很多時候中國人 就會出去外國旅行啦 去可能英國啊 美國啊 法國啊 去到購物啊 買東西啊 各方面啦 那但是今年都有些新聞 就是為中國經濟大差啦 那所以主要很多人呢 去到這個 就是中國國內消費啊 甚至會趕到去哈爾濱 可能看這個冰雕啦 或者去中國不同城市 那你從一個消費指向 都是一個很有效的指標 去看中國經濟的表現 那這就此其一啦 那另一件事呢 那當然我也想說到就是 最近習近平都有很多一些 或者甚至政治上面呢 有一些幾不尋順的做法 比如說到就是 現在好像中國大陸一些官方媒體呢 都強調要拍市面 繁榮昌盛的場面 就是你會看到習近平出場呢 不斷會說到就是說 哇 現在中國一些城市 在網上肺炎之後呢 那個經濟復復了 那個市面又繁榮了 又繁榮了很多 其實我們一向都會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 這間公司不行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這間公司不行呢 那間公司那個總裁的CEO呢 就會不斷出來去接受訪問啊 就說自己公司幾點啊 說自己做生意的成功經驗啊 或者甚至是說到就是 公司有一些不同發展的項目 有前景 那如果一間公司不斷去到 利用媒體去暢望自己的話呢 其實代表這間公司不行的了 你走的話就快點走的了 那所以可能這些就是 這些政治宣傳呢 其實等於就是說 你明明自己沒有錢嘛 你還有某一件呢 其實爛生爛世的 說自己穿得很好 穿得很有錢的一個這樣的做法呢 那都是一種 不是一個經濟的數據 或者是一些數字 但是實際上你從一個政治社會文化 那個表現 都可以看到中國經濟 就是那個狀況會是怎麼樣的 那當然可能在最後 去到差不多完結的部分 這個評論部分 那有人會問 究竟2024年究竟 如果你差下去的話會是怎麼樣的呢 那當然如果你說出不了糧 就出不了糧了 就是現在甚至最新的新聞都講到 現在在中國 無論講到教師啊 講到醫護啊 各方面呢 都開始出現減薪啊 出現出不了糧啊 那其實這一段早年呢 都已經有講到 那問題關鍵就是說 究竟這些出不了糧啊 各方面啊 會不會他們這種不滿會 會慢慢浮現成為傳媒焦點 會成為一個訪問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就是 諸目的對象 但是很肯定一件事就是說 要由現在中國經濟崩潰 導致到出現政治社會危機 仍然都一段時間 仍然都不是一個一次性的 它是一個零時式 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要逼到一班人 無法嫌你都不死 今次你經濟崩潰你就不死 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就是可能大家都會 要遇一些時間啦 或者甚至要遇一些 就是耐性去看到 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崩潰 究竟什麼時候真的會出現一個 較為有持續性啦 較為大規模啦 還有甚至可能是一個 就是能夠動搖到中國 政權部分的一個變化啦